大家好,我是韩玄博士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怎么样来练习你的中低声区 我们之前讲了 好的高音的基础是什么? 是你的健康的中低声区 那么什么样的中低声区是健康的? 还是我常说的那句话 自然的演唱 因为中低声区 是我们所有人最自然的 应该是天声就会的声区 可是很多人中低声区唱得都非常的难受 要么是打着磕吧 要么是那个声音一直在那卡壳卡壳 为什么呢? 他很难把自己的chester voice放下来 舒服地说出去 所以中低声区你想要唱好的话 首先回归到你的最自然状态 不要想我在唱歌 你就在想 我用我最自然的声音 加上稍微多一点的气息 然后把我的声音自然的流动出去 这就是我们的中低声区 很多女高音经常问我 老师 我这个高音很好 可是我的中低声区很差 这是通病啊 这是很多女高音的通病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非常非常绝妙的事情 当你把你的中低声区解决了的时候 你这个女高音会发现 你的声音大了不止一个号啊 你的声音的穿透力也不止大了一个号 所以解决你的中低声区 是你们唱的更加有质量的最大的保障 所以想想看 中低声区我们最自然的母音是什么 女生记得阿母音 男生记得欧母音 同学们 你们现在应该发现 我教给你们的很多很多的绝妙的技巧 所以仔细听 认真解读 女生和男生练习的方法 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就像我经常说 每一个年龄段的人 小孩子 变生期 男孩 女孩 她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训练方法肯定是有差别 所以你们不要想着 哎呦我这一个方法 我可以通用 一定记得区分 每一个人的嗓音条件 声音 音色 都是 不同的 没有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一定记得 差别对待 差别训练 女生 中低声区 阿母音 关闭你的声门 让你的气息通过 男生 阿母音 让你的通道打开 侯卫放下来 打着哈欠 侯卫自然放低 然后 声音在这里 平行的 晃动起来 好 这个时候呢 男生 女生 可以练同样的 这样的一个音 母音不一样 所以说你们练习的时候 先说女生 女生 怎么样 只想你的 声音 让你的下巴松下来 通过你的通道 送出来 男生 男生一样 所以记得 这个练习 可以帮助你们 最自然的 把低声区 中声区 松下来 然后再向上移动 所以说 去找我之前的视频 欧母音 阿母音的练习 然后呢 跟着来练 所以今天 我只是给大家 强调一下 怎么样 练习你的健康的 中低声区 希望你们的 中低声区 都能轻松 自在的练好 然后回归到 你最自然的 一个状态 你会发现 你的声音 会越来越自在 然后你之后 再来学习 练一声啊 其他的母音啊 辅音的时候 你会发现 感觉一马平穿 非常顺畅 好的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是韩玄博士 声乐是一门 非常科学的学科 我希望大家 在学习的路上 不要走弯路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